另一方面 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事件 也引起了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关注 民主党方面担忧美国政府因此事 而卷入一场与伊朗的战争 呼吁若对伊采取军事行动 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授权 共和党方面则是表示 美国必须就此事对伊朗采取慎重的回应 据路透社20号报道 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在内的多名议员20号表示 美国应该对伊朗击落美无人机事件 做出慎重的回应 当天 多名共和党人士还发表声明称 伊朗对美国的资产 也就是无人机进行了直接袭击 这是一种挑衅行为 就在一周前 伊朗还在国际水域 对两艘商用邮轮发动了袭击 与此同时 民主党方面则呼吁保持克制 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民主党高层表示 如果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在白宫的一次机密简报会议上 他对特朗普说 在伊朗问题上 国会应该拥有更多话语权 目前需要一场有力且公开的辩论 来研究当前局势 舒默表示 他很担心当前 美国政府会卷入一场战争 当天美国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表示 在伊朗问题上 美国必须与盟友建立密切的关系 绝不能让当前危险局势 进一步扩大 美国众议院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